哈喽大家好,我是橘子,杨过了就要开始做事了,今天我们去把香肠打包给朋友们发货了,我们今天去的是老王他老家那里,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惯了,但是我们一家人都上来了,香肠不好晾赛嘛,在上面县城这里地方又不好,然后我们就拿到王叔叔他们那里去赛的,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比较宽敞,而且给县城一体,对,特别是离我们县城, 县城又近啊,好了,我们现在出发了 今天房子有点多啊,宫子有点大,才是那么香啊 到现在带着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俩的那个香肠啊 这儿皮都开始在晒了,看一下,敢不敢意 我们现在这个香肠各种口味都有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四川正宗的麻辣口味,还有一个五香的,还有一个广味啊 因为有好多朋友去年的时候就跟橘子说,哎呀做一点广味香肠嘛,他们有的人想吃,然后我们今年也有在做啊 是我现在去打包就是我们第一批下单的朋友的香肠了啊 是,这个 something 这个就是淼淼的婆婆嘛啊,她每年都可以制作用一些酱油啊,这些啊 好消 yok 嗯,好效用 你个人可以吃真麻料的 我要来不去啊 真好吃,想吃的又想吃 你慢慢弄,我们去搞磕去了 那谁吃我们? 把那个香草 这个是咖喃生的 这个是咖喃生的 这个有点咖喎 咖喃生的咖喃生 现在我要把朋友们下单的 那个多少斤多少斤 列出来,然后按照顺序 给大家打包,然后喵喵他们 就帮忙在封箱了 好了,现在把这个列出来了 我就去把那个香草 煮下来,按照他们每人多少斤 多少斤,然后这样子打包 还有就是我们今年还是用的 去年用的那个麻绳 还有那个油脂啊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保养它的原汁原味 它的真空的话 效果就是没有那么好 出来味道啊,这些 这个是我们重复的 试了很多次,从前出来的经验啊 看一下我们今年的香肠啊 真的是色声味俱全啊 那个特别是颜色,特别漂亮 现在给大家打包了 现在开始打包了啊 老板我们今天有点检举啊 你看,这么多啊 全是,而且一大半以上啊 都是去年买了的顾客 肥够的啊,早早就下单了 你看吧 一二三十一 十大夜啊,十大夜啊 整整的啊 来,快快快 然后这样子包装啊 它那个味道就不会变啊 它那个味道就不会变啊 啊 哎,好了 把这些已经打包好了 然后我们又拉到快递那里去把它发抖啊 第一批香肠下单的朋友们已经都全部打包好了啊 然后需要的朋友们就要等几天了啊 可以找橘子啊 先 read them 来吧 好�� 下注